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照聚焦 28号 这是昨天晚上在麦德逊广场 川普出现了一些比较重量级的支持者 比较重量级的支持者是指 这些人不仅是围绕他 不仅是支持他 在全球的环境当中有着巨大名望 有着巨大影响力 名望 有他曾经自己的背景 而在这些支持者当中 他的背景的一切呢 有一共同特点 他们都曾经是川普的反对者 他不接受川普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趣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现象 所以应该会使着一些不太接受川普的人 就到现在也不太接受 应该换个角度 你去思考发生了什么 而现场支持川普的人呢 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头脑 你也很难说他们去崇拜他 这些反对者都是不支持 不是崇拜川普的 但今天却在麦德逊 那给予川普的支持 形成这么一个象征 那昨天的象征性很强 那首推呢 应该是马斯克 马斯克根本就是不支持川普 他们俩其实之间呢 在对话中不是很友好 那马斯克自己承认 真正触动他的 就是在挨枪 所以挨枪之前 马斯克也不太接受他 就是这是一个很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蛮正常的 那即使到现在 马斯克戴了黑帽 对吧 那川普就说 你戴个黑帽 昨天对话中还是 还是讲这个故事 那也就讲 在我眼睛里认为呢 马斯克就是不愿意 红色因为是共和党 所以马斯克摆脱 去支持共和党的说法 而是说他支持川普的说法 这里面有着他自己 当然不一定是 跟他的原始意义 是能对上 真正原始意义 你得问马斯克怎么说 但现在的马斯克 肯定他不会 他不会跟你说 他真实的想法 他不会 但是呢 他保持距离 所以都是保持距离的 全球首富 有着他非常独地的思想 有着他更大 有着他巨大能力 那你说马斯克能力高 还是川普的能力高 就很难比较 对不对 那马斯克的成功 是川普望其向背的 那在商业上成功 做法 川普再怎么成功 川普没有做到那份上 做到那个大马上 但川普的成功 也是马斯克望其向背 没招式他不可代替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 故事背景 所以马斯克就是一个最典型的 2020年选举的时候 他投票的是拜登 他没有选川普 所以这就是讲说 都是曾经川普的反对者 另外一个呢 卡尔松 卡尔松就更典型 卡尔松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 是不支持川普的 大家就是 他有他同样 桀骜不逊的那一天 卡尔松离开福克斯的原因 就跟大选有关 是2020年大选之后 川普不接受那个事实 认为选举被盗窃了 然后直接就冲着 倒霉你的机器去了 对不对 这里面还包括像鲍威尔律师 那结果在福克斯的表面新闻上呢 他就包括采访鲍威尔律师 包括就是他把川普对大选的质疑 就放在了他正常的节目当中 包括卡尔松的节目 因为他做了很多 但是呢 在这个 在这个倒霉你投票机 跟福克斯的官司的过程中 7亿多美元嘛 赔了和解 在官司当中 那倒霉你投票机的律师很厉害 就要求法院呢 拿出了卡尔松 他当时的个人电子资讯 就是他的手机短信 而在手机短信里面 卡尔松是不认可川普的观点的 就是说选举被盗窃 他不认可 甚至他骂了川普 就认为川普不正常 大选完了你还折腾啥 就有点这样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实际状况 就是作为川普 作为福克斯的主播 他表达的观点 表面上表达的观点 跟他自身内心的观点 是对立的 所以福克斯输在这地方 输在卡尔松身上 是对立的 那你就变成了 作为媒体 就变成了欺诈 他前后原因是在这儿 那卡尔松最后就离开了 那他反映出什么 反映出当初的卡尔松 同样不接受川普 大家要能理解这个含义 这是走到今天川普真正的魅力 万斯就不用说了 这个也是一直支持川普的 这个费尔 那没了 那里面其实还有另外的人 就是维维科 维维科是川普的支持者 但是呢 曾经是与川普的竞争者 在维维科要退选不退选的过程当中 曾经有人传过说 维维科是深层政府的人 他年轻 有为 思维非常敏捷 那个人非常厉害 非常会说话 那会说话 那个那个劲头 我想可能都超过卡尔松 所以维维科在川普面前 维维川普倒显得稍微有点 哎呦我 这就又搞不定这年轻人 所以中间就曾经出现过差错 那川普曾经也发文过 发过文 就说跟跟这个有关维维科的言行 对吧 所以人们在相当一部分 可能有人到现在都不认为 维维科是完全 就是 没有认为 他们不是川普的崇拜者 这个大家要明白 人说那你举个例子 谁是川普的 崇拜 这个崇拜者 呃 凯瑞雷 对吧 马大姐 这这些人是川普的崇拜者 那那你可以看到他的 他的那种崇拜的表情 跟这种 跟这种非常独立的人 他他不太 稍微不太一样 呃 再有一个就是小肯尼迪 那小肯尼迪的家族被称为 那是 就是皇室的家族 就是民主党的皇朝家族 他这么个说法 那民主党的皇朝家族 呃 肯尼迪家族了 那是美国有名的大家族 结果呢 他却离开了民主党 他认为是民主党 把他抛弃 他自己有他自己 同样有他自己独立的想法 而川普曾经骂这个 小肯尼迪 最极左最极左 因为他是一个环保律师 他是一个环境律师 最极左最极端最极左 那那那 作为对川普的这种直接骂 作为小肯尼迪 他也无可能 最后小肯尼一放弃 转而支持川普 所以这是这几个 我们各大举这几个例子 这都是很重头戏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 杰贝格什么 就是民主党的另外一个 女的后 这个2020年的民主党的 这个 呃 竞选者 党内竞选者 他是一个预备役的官员 军官 呃 他是当时2020年 是美国民主党的 众议员的一员 那他现在已经转成共和党了 他自己转成共和党 所以这几这些都被称为是 昨天里面的主要狠决 而这些狠决呢 都是曾经川普的第一手 万斯就不用讲了 他太太也不用讲了 他儿子也不用讲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那你说朱利安尼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 也是那么回事 所以这就是昨天的不一样 就是要让所有人要意识到 美国在发生什么 啊 这个这个改变已经跟政党的概念 就是这跟政党的理念越来越远 国家生死存亡的理念 就会越来越重 而这个东西 却跟当初川普的提议呢 是相关 这样的话 昨天晚上这些出场的人 就给了一个最好的答复 真的是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答复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